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我们今天要来促进公众参与 要来满足正当行政程序的内政部 在去年你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 通过了行政作业要点 行政听政作业要点 但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仍然没有看见任何一件的都市计划案 或者是土地征收案 有在内政部去办理听证 今天一条长达8公里的一个铁路沿线 的一个破迁案 一个高达323户以上的一个破迁户的一个开发案 为什么就不断理听证呢 我们试图了要在都市计划程序当中 要在土地征收的程序当中 要借由南铁案 要来开启一个行政听证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纪元 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 向高農高等行政法院 开启了这样一个诉讼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 再来当然也就是为了 要让铁路沿线323户的一个破迁户 他们的一个拘束权益 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我希望未来任何一个土地征收的案件 都能够至少有听证会的保障 让官方和民间 可以在一个对等的一个 论述的平台上面来进行辩驳 历经了那么多次的公听会 我必须说 政府你真是无能 你怎么可以让每次的公听会 都没有任何的共识 你怎么可以让每次的公听会 都是在跑程序 你知道这样跑程序 就算到了施工那天 这些居民还是会出来反对吗 你工程还是做不下去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愤怒 作为一个都市计划的 专业的研究的学生 我在这边控诉我的政府 控诉我们的政府 我发现我念了越来越多书 我发现我们的政府都在乱搞 那个时候他们还非常的虚假说 他们要办一个比行政听证 更棒的一个会议 叫做专案小组 扩大专案小组审查会议 那时候把那个专案小组审查会议 讲得非常非常神 说比行政听证还好 其实我们要的也只不过是行政听证 那行政听证也是叶俊龙部长 他在当学者的时候 写了一大堆书 所一向去主张的 叶俊龙他觉得说 政府要去侵害老百姓的人权 那如果没有让老百姓跟政府 有一个平等的对谈的机会的话 那么政府行政单位一定是 是一手右手当球员 左手当裁判 那当然就是会虚应故事 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就通过了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会造成抗污腐败 然后造成行政烂权 造成老百姓人权的被侵夺 然后整个国家就没有效率 OK 他讲了一大堆 结果碰到我们这个案子 他那些话全部都收回去了 南铁东夷这案子 从96年的 0.89公顷 到98年 综合计划 核定的时候 扩大了5倍 征收面积变成 0点 不好意思 5.14公顷 那它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金建惠在98年的一个含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它的原因就是希望透过 扩大土地征收的面积 来挹注 解入地下化 它所需要的工程开发经费 大法官在4至732号里面 很明确地跟我们讲说 土地征收的目的 不能拿来 用来挹注 工程的开发经费 或者是为了要满足 它的财务资产率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就是说 在目前台湾的现况 从南到北 从航空城到铁路东 都是为了一个要解决财政上面的困境 而去扩大征收放途 造成这样腐烂征收的情况 那这样子为了满足 或者是疏解财政困境 去强取剥夺人民的财产 我们认为这种跟 其实威权时代的抄家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样子的专制 粗暴的 查抄财产的手法 在现代国家中 透过征收这样子的一个 国家公权力的行驶 却不断的上升 那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 要去提起一个诉讼 我们提这个诉讼的目的 不是在于反对台南铁路的地下化 而是为了反对台南铁路地下化 它所形成不当浮烂的征收 把大法官的解释 跟人民财产权的保障 视为无误的这种征收方案 大概是在1990年之后 台湾跟很多的邦交国失去了外交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 我们的财源就开始欠缺了 过去都是跟国外借款 慢慢贪款的一个方式 那后来政府就找到一个方式 在2000年之后 它透过台北车站周边的 土地的特定专用区 引入私人的资本来进行土地开发 把这些钱拿来回馈他们的 所谓的交通建设 之后这样的模式就不断不断的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南铁东一案 这个案子就是非常非常经典案例 原本86年就有的工程版本 不用征收到那么多的土地 到了民国96年 突然拍板定案 说我们要透过这样东移的方式 扩大征收 征收300多户的人的生家财产 来进行铁路的东移 来满足所谓的自偿率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公正的 政府或者说国家机器 怎么能够透过剥夺人民的财产的方式 来满足他们对于建设的需求呢 过去国民党在威权时代的时候 为了稳固它的统治的正当性 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那目前民进党为了巩固它的政权的正当性 居然透过征收的方法 透过土地炒作的方法 来维护它的政权的正当性 大家说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这些东移 反对南铁东移的资教会的居民们 你们不仅是在为 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人权 做一个捍卫 同时也在为未来 会遇到破迁的这些居民 来进行一个争取